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第二个呢是西洋芹 代表春季的西洋芹香气浓郁 能够排除对于的水分及盐分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钾 是水种所不可以或缺的矿物质哦 除了钾以外呢 还含有维生素A维生素C矿物质铁酶等 具有整长和美肌的效果 西洋芹特有的香气成分 能够安静神精神消除头痛 如果不喜欢西洋芹的香气 可以切成睡末加入龙汤之中 能够降低气味 并让龙汤配色更好看 由于丰富的膳食纤维 具有消除便秘 具胆固醇的作用 那第三个呢就是水田界 水田界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那其中对于排毒以及消水种效果最好的 就是维生素C以及矿物质钾 那由于加热会让那个提高免疫力的维生素C流失 因此在不调理的时候 直接生食是最佳的状况 那可以放在肉料理上 或者是撒在汤上也可以当作是沙拉来享用 那第四个是茄子 在100公克当中的茄子就有229毫克的甲 甲含量非常的丰沛 那吃茄子不但能帮助消除水种 外皮的紫色是抗氧化物质花心素 还具有抗老化的作用 能抑制引发癌症和各种生活习惯病的活性养 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可以说是一时二秒 除了摄取含甲的食物之外 减四生活习惯也能达到改善水种的效果 日本营养师表示 腌制物、拉面、培根等具有高盐分的食品 因此摄取过量的盐分 会造成身体的水分无法代谢 造成水种 是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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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